GL公司明明就不是得标的那一件 为什么有参加了机密会议还搞错了 其实机密会议里面通常不会特别介绍有哪一些厂商 GL公司后来是因为很多的一些爆料陈情 或者开始监局里面的步伐的时候陆续有露出 那GL公司其实它在Google上面其实有很多的资讯 那如果在甚至好几年前其实也有相关的报道 我们大概也都是透过这样的报道来质疑 那如果不是这样我觉得他们相关 因为既然是机密的 他们并没有让我们知道的很清楚 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他们说清楚 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寄给韩国驻台办的资料里面有没有前提的图纸 这是录音档 因为我们在发文的时候 而且我们还是透过外交部去转达的 那我们就是用一个就是一般的那个信封 然后寄了录音档跟调查局是一样的 国防部才有比较完整的资料 蔡明轩说您所说蔡明轩的黑函 有潜艇国造的疑虑是哪一个部分 潜艇国造的疑虑就是我刚刚说他们的串通 因为他们假造包括 我再一次说说说明一下 就是说郭喜本身说GL是诈骗集团 可是这个GL公司是做我们这个潜艇设计的一个公司 他说SI是拿钱不办事的公司里面的人员 然后他还造假资料 今天如果我是学农的学商的 可是我来东华民国的政府这里提出来的资料 是说我会造潜艇 或者我会造水面艇 可是我说我会造潜艇 那已经会严重影响到我们在国防自主 尤其是潜艇国造 因为没有人造过潜艇 大家对潜艇都不懂 在通论不懂的情况之下就容易被骗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因为听到这样 所以才会特别加强要求 应该要厘清这个部分 因为你从前端就已经是错 不会设计的人来设计我们的潜艇 再加上有照片的嫌疑或者他的资料 自己经历等等 他没有办法来好好的做我们潜艇的时候 那我们会做出一条什么样的潜艇 大家可想而知 所以委员你支持国造潜艇 我们支持 所有的国防自主 只要对于我们国家有利的 因为这由专业去判断 我们到底需不需要潜艇 我们需要多少潜艇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潜艇 这是由专业去做判断的 可是我们的职责是在潜艇 抓我们人民纳税潜的时候 这一艘原型舰高达530亿 530亿的预算 可是他真正可以让我们这艘潜艇 真的可以打吗 他里面这些提出来的 这些可能有不法的一些相关的作为 或者串通勾结等等 其实这些都应该要查的 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个好的检见 那委员包括今天早上李正他跟吴征 要到那个台湾高检署去提告地状说 你犯了那个外患罪109条第二项 泄露国防军与外国罪 关于这部分你有什么看法 其实这个他们应该要告很多 那应该要告很多人 因为就论党的部分 其实我们提供的这些 其实大家可能也都有听到了嘛 那如果这一些已经在进行司法调查了 那如果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我觉得这个会很明确 那如果到时候有必要 我也会告他们布告 有原来一个问题就是有名嘴 我跟你讲说那个韩国公司的那个老板 他们已经回去韩国被抓了三个人 他们愿意出来作证 这个部分我觉得他们可以出来做这个也没关系 现在到底有多少人 然后有哪些人他们的名字 然后他们被起诉的理由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公诸于世 可以让大家更清楚的知道 我们到底是做了什么事 我们在浅县活照里面 我们到底存在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或者有什么样的不法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让大家更清楚了解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勾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散不已说出这种 有请不吝点赞 下班吧 这叫啵